我老婆在公司 跟一个比她年轻很多的男的 没来远去 还把她带回了家 当我撞见他们丑事的时候 她竟毫不羞愧 还只是那男的揍我 我叫刘明成 在影视公司当会计 我老婆叫刘如烟 是我们公司的制片人 她职位比我高 但她刚进公司的时候 只是个助理 我俩那时候就好了 后来结了婚 她跟着老板做了几部好网剧 就升职了 说实话 我老婆很有气场 每天穿着西装套裙 配黑色丝袜 红底高跟鞋 一看就是职场女强人 气场很足 但在家里 尤其我俩独处 温存的时候 她特温柔 反差极大 简直判若两人 说实话 我觉得自己减着饱了 所以一直对她特别好 最近 她有部电影要拍 总加班 我心疼她 上周三晚上 我回家吃完饭 煲了点汤 送回公司 给她当宵夜 当时是九点多 公司没什么人 我去了她办公室 发现门关着 但屋里有奇怪的声音 我趴在门上仔细听 里面像有骂人的声音 有个男弟在说 给老子跪好了 再不认错 我他妈抽你 我老婆的声音传来 我是清白的 无论如何都不会承认那件事 你要是不信 索性就杀了我 我死了不会认错的 这干嘛呢 我一急 赶紧开门进去看 我看到 我老婆正跪在地上 腿上的丝袜都破了 神态楚楚可怜 在她面前 站着的男的 看着岁数不大 你干嘛呢 我质问那男的 男的慌了 可我老婆叫道 你干嘛呢 我一愣 他爬了起来 连套裙都忘了啦 谁让你进来的 他相当严厉 我都懵了 老婆 他骂你 还说要抽你 我刚才都听见了 他是演员 我在给他讲戏 杀 我真没想到 可我问 怎么讲戏 要制片人讲了 我老婆说 导演太废了 教不回他 他骂人神色不够狠 我生了一天气了 必须亲自教会他 那男演员听了 低了低头 我懂了 可我还是心疼我老婆 我老婆又问 你回公司干嘛 我说 我你煲了汤 想让你吃点宵夜 那男演员听了 赶紧说 刘总 今天也有点晚了 要不 我回去自己练练 我老婆看了看他 行吧 你先回去 自己琢磨琢磨 男演员赶紧点头 离开了 我看着我老婆 心疼的说 老婆 这种事 你以后能不能让别人干啊 地下多粮 你还跪着 我老婆终于温柔的笑了 她没说什么 坐下喝汤 晚上 我们一起回到家 她一直有点心不在焉 十一点多 本来要睡觉了 她却开了电视 放了部古装电影 那是不老港片 讲清朝猎女喜悦的 我俩谈恋爱的时候 她就经常看 而且我们第一次亲密接触 就是在我出租房里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发生的 我凑过去问 老婆 这电影你就那么喜欢 她说 我就是觉得 这电影的女演员 苦情戏演得特别好 特别柔弱 惹人怜爱 男演员也敢发挥 现在的电影 真的比不上她 我点了点头 陪她一起看 电影里女主角 哭得人心焦 可我老婆看得很享受 没多久 她起身去把灯关了 这是我俩之间的小暗号 她是想跟我亲热 我靠了过去 她转头吻我 电影还在放着 我俩渐入家境 我有种感觉 我老婆今天性质很高 而她性质越高 整个人的状态 就越是楚楚可怜 跟她那职场 女强人的状态 一点不像 我爱极了 半个多小时后 我俩躺在沙发上休息 我搂着她 亲密极了 但我总感觉 她有点心不在焉 我问 老婆 你想什么呢 她说 我在想我们那部电影 到底该怎么拍 我说 哎呀 都下班了 别琢磨了 休息休息 她却没理会我 我们那男主角 小鲜肉 长得可真是帅 现实中 真的迷倒一片女生 可就是演技 差那么一点点 可惜了 我见她提起男演员的时候 有点饭花痴 故意不高兴 老婆 再说我可吃醋了 她转头白了我一眼 吃什么醋啊 比别人强一点 会被人嫉妒 比别人强很多 会被别人羡慕 她比你摔那么多 你不用嫉妒 你只配羡慕 这话我真无语 她还当真了 我没再说什么 但她也没再有的情绪 没多久 我们就回床睡了 可她一直背对着我 我总感觉 她心里想着别人 而几天后 她的电影要开机 她带着团队 出差去了恒电影市城 现在天冷 南方没暖气 我每天都嘘寒问暖 让她工作别太拼 别累着 可也没用 她一干起活来 就跟机器人一样 不知疲倦 周五下午 她助理网公司群里 发了的视频 说刘总太拼了 为了教男主 竟然亲自上网 好心疼 我连忙点开 发现 视频里 我老婆穿着古装 跪在地上 被一个男演员狠狠地骂 她还在苦苦说着台词 我错了 只要你不离开我 你怎样对我都可以 从今以后 我给你当牛做马 我当时就急了 那男演员 正是那天在办公室 撞见的那个 我气不打一出来 这个笨蛋 怎么还没学会 又得现场教 有同事评论说 别看刘总平时 那么有气场 一进入状态 太惹人连了 厉害啊 她说完 很多同事 也发了大拇指 点赞的表情 可我心里不是滋味 我一直等到晚上 得知他们收了工 才赶紧视频我老婆 我急问 老婆 你怎么又亲自交上了 她说 那演员怎么也学不会 女演员又耍大牌 不伺候 我只能亲自陪着她练了 我特难受 看着她那张美丽 却受了璀璨的脸 说 老婆 你以后别这么做了 我看了很心疼你 不好受 她健壮安慰我说 哎呀 好老公 别难过哈 行 我听你的 我还想再劝她 可突然 她房间里 好像有动静 一阵水声 然后 有个男人声音 宝贝 你干嘛呢 我一愣 谁在你房间 我老婆明显一慌 没人啊 我在看电视 可我觉得 不像电视啊 我老婆立即说 行了 明天还得起早感戏 我先睡了哈 你也早点睡 说完 直接关了视频 我愣了 真是我听错了 她不会给我 戴绿帽子吧 但细想想 我觉得不可能 她那么有气场的人 不会谢于 做那种龌龊事 我很快打消了一遇 也睡了 我老婆在横店 待了好一阵子 戏拍完 她才回了北京 我想弥补 她在外面受的苦 所以 加倍对她好 一日三餐 恨不得端到她嘴边 可是 她说公司又有个 跟电视台合作的 电视剧要拍 最近几天 又开始加班 我劝她千万别再 教演员演戏了 她也同意 但是 有好几次 她晚上回来 我总觉得 她脸有点红 像是做了什么 很兴奋的事 我不放心 周四晚上 她又加班 我回家煲了汤 给她送去 当时公司空无一人 我走到她办公室门口 却听到 里面充斥着 古怪的声音 像是有人在吵架 但声不大 这是干啥呢 但鉴于上次的经验 我没敢贸然进去 我坐在门口工卫上 等了半个多小时 终于 里面没了怪声 随后 门开了 我老婆笑音音地走出来 她正回头说 我今天太开心了 在她身后 跟着个男的 他们同时看见了我 声音戛然而止 我发现 这男的就是之前碰上的 那个男演员 在横店打我老婆的 也是她 我老婆一慌 你怎么在这 我忙问 老婆 你们在里面干什么 她眼神一变 排戏啊 可我觉得 她俩刚才在里面 根本不是排戏 而是在做丑事 但也太荒唐了 我不敢相信 这时候 男演员说 刘总 没事的话 我先走了 我老婆点头 我觉得 她看她的眼神 不对劲 那十分柔媚 我思维如电 把一切都想通了 这男演员 八成早就跟我老婆好了 那天在横店视频时 我听到从浴室里出来的 就是她 可是 我无法接受 接下来 我老婆也没说什么 我们回了家 但是 在了路上 我开车 她却一直在聊微信 跟我说话的时候 十分敷衍 我心里不是滋味 可我没说什么 到家后 她去洗澡了 但这时候 她放在客厅里的手机 想了一下 我有预感 是那男演员 发给她的 但是 一般来说 为了尊重她隐私 我不会去看她手机 可今晚 我憋得实在太难受了 我知道她手机密码 所以 强壮着胆子 打开了她手机 点进了微信 我赫然看到 在她置顶的微信聊天里 有一个男人 被注明 竟然是亲爱的 而那显然不是我 我懵了 点开他们的聊天记录 发现 他们其实一直在聊天 其中一段 就是刚才在车上聊的 那男演员说 刚才真危险啊 也不知道你老公 看出来了没有 我老婆回复 她 做会计的 鱼目脑袋一个 能看出什么 男演员回复 哈哈 那样最好 对了 你哪天请我 去你家玩玩啊 我老婆说 这个 你可就随缘吧 我老公平时 上下班太规律了 除非 咱们上班中途溜出来 男演员说 也不是不行 对了 有个是问你 你整天开着个SUV 车后排座的空间 是不是挺大的 我老婆显然 听懂了她的意思 发了个羞涩的表情 又说 大不大 改天带你感受感受 不就知道了吗 男演员发了个色的表情 看到这里 我已泪眼模糊 事情再明白不过了 柳如烟 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 我咬着牙 不敢出声 哭得撕心裂肺 我本想直接跟她摊牌 可是 不知为什么 我不忍心 我仿佛在自欺欺人 不愿看到自己家庭破裂 我甚至想 如果她真对不起我 我可不可以活在谎言里 稀里糊涂过一声 同时又想 毕竟没抓到现行 如果 她说手机聊天 是开玩笑呢 我能怎么办 半小时后 我冷静了下来 我把手机放到了原位 我老婆也穿好衣服 从浴室出来了 我没说什么 我已经暗暗决定 我要调查这件事 三天后 周日 她说要去公司加班 我没吭声 我觉得 她可能是要出去找那男演员 但我跟踪了她 没想到 她真去了公司 我眼见她开车进了地库 我心里打消了点疑虑 或许 我真的想多了 我在公司门口 等了半个小时 还是决定上去看看 公司周日没人加班 只有宝洁阿姨 在收拾卫生 我静止去了 我老婆办公室 可门锁着 我敲了敲门 宝洁阿姨也认识我 她说 你们家刘总 刚才去地库了 地库 宝洁阿姨笑说 应该是的 刚才那的男演员 来了没多久 他俩就一起去车库了 估计是要去哪开会吧 哪个男演员 我心里咯噔一声 宝洁阿姨说 就是最近公司 要捧的成数啊 我心一凉 就是那个臭小子 没错 他是叫成数 圆明好像很土 不是这个 我紧急去了车库 我有预感 他们不是开会 有可能 就在车上干丑事 我老婆要满足她的要求 果不其然 我坐电梯到了地下二层 远远看到 我老婆的车 就停在她固定车位里 我走近了 从挡风玻璃上全看清了 车里有两个身影 正是他们俩 而且 都在后排 他们正在清热 但我已经没勇气走过去了 我躲到角落 泪如雨下 我把嘴唇都咬破了 也恨不争气 为什么不去拉开车门 痛斥他们 过了没多久 我听到 车门响了 车启动了 我老婆开着车 从我身边掠过 她没看到我 我却看到 她春风拂面 脸红扑扑的 那个男演员 成树 则质得意满 向楼梯间走去 她要回公司 与此同时 她在拿着手机 不知道给谁发语音 我听到她说 她看着挺高了 其实 私底下特别卑微 我心如刀绞 这说是我老婆 她又发了一条 说实话 我对她凶 她反而高兴 我想 既然这样 那就这样呗 反正不是我老婆 我再也忍不了 几乎从地上弹起 朝她冲过去 成树还在说 你说她见不见 开心了 就给我安排戏 下回不行 我叫你一起 我娶你妈的 我从后面 飞踹了她一脚 她倒在地上 我扑上去救她 可没想到 这家伙练过 竟然迅捷转身 扭住了我手腕 而后 翻身把我压在身下 抓着我头发就揍 她看清了我 手上加了劲 我当谁呢 偷袭我 我是武生出身 知不知道 我这才明白 也发现了 自己根本不是她对手 她抓着我头发 狠狠揍我 看来你是都知道了 行啊 这是武大郎 来找西门庆报仇了 有种 我窝囊急了 她力气大地要命 来回揍我 我逃不开 最后 我浑身瘫软了 她终于从我身上爬了起来 整理了一下西服 直接走了 但临走前 她说 你也别怪我 我也是为了吃饭 往上爬 要怪 就怪你那个变态老婆吧 我眼睁睁看着她进了电梯 我浑身剧痛 但也明白了 我老婆为什么喜欢她 她下手太狠了 我真想去死 趴了很久 我才慢慢起来 扶着墙走出车库 失魂落魄地回了家 我老婆就在沙发上坐着 冷傲地看着我 看来 刚才成叔打电话 都跟她说了吧 那就撕破脸吧 我说 柳如烟 我没法相信 世界上还有你这种人 她没说话 但面色动容 我哭了 我到底哪点对不起你 你竟然做那种事 我老婆忽然也哭了 她终于起身 上前扶住我 老公 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 我可能是得病了 我甩开她 你当然是得病了 精神病 她哭声更大 我知道我不正常 可我见了又年轻又帅的男人 就是忍不住 你就当我见好了 我真是出离愤怒了 这是什么三观 我什么也不想问了 痛苦地说 咱们离婚吧 她哭得更厉害了 我说 我没法接受这样的你 你爱找谁找谁去吧 可没想到 她慢慢抬起头 说 老公 不能离 我怀孕了 什么 我惊了 她是边瞎话吗 也太拙劣了 可她说 有一个多月了 我偷偷验过 我向你保证 孩子肯定是你的 你拿什么保证 我根本不相信 孩子是我的 但是 似乎也没法不信 她说 你相信我 我有数 你能有什么数 我真是罪了 可她又说 等孩子生出来 第一时间去做基因检测 如果不是你的 你让我怎样就怎样 我看着她确定无疑的样子 倒是犹豫了 她突然扑通跪下了 泪流满面 诚恳之志 我站在原地 迷茫了 说实话 在我听说 要有孩子的那一刻 我是心软的 而她再三保证 孩子是我的 让我更加心软 她再三求我 我实在不忍心 说出离婚两个字了 但我也没法立即原谅她 我叹了口气 回了卧室 接下来好几天 我们家都气冷地向冰叫 后来 她当着我的面 又做了一次早孕试制测试 当我看到那代表怀孕的 一身一前两到杠时 心颤抖了 我再也抑制不住 抱住了她 嚎啕大哭 我心里有两个小人打架 一个说 她食恶不赦 不可饶恕 另一个则说 有了孩子 一切都会变好 而我老婆抱着我 说道 老公 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女儿吗 咱们生个女儿吧 一定很可爱 听到女儿两个字 我再也扛不住了 心彻底融化 我太喜欢女儿了 我幻想着 女儿出生后 我们这个家 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会恢复完整 我暂时原谅她了 接下来一个多月 我们的隔阂越来越淡 我无数次在夜里梦到 我们生了个女儿 我和老婆抱着她 其乐融融 我越发确定 谁都会犯错 我要给老婆一个改过的机会 但是 我万万没想到 就在周二 一个噩耗从天而降 我老婆打电话说 她流产了 她当时在外面见客户 我在公司 她打电话给我 哭得厉害 老公 我摔了一跤 流血了 孩子 可能 老婆 你怎么 孩子可能怎么样 我急问 但她没生了 只说了个医院名字 我火速赶到时 大夫告诉我 孩子没了 我觉得世界都崩塌了 可是 当我看到我老婆 在病床上 脸色惨白 痛苦的样子 我心更疼 不断安慰着她 老婆 别怕 你没事就好 咱们还能生的 可我甚至想代替孩子去死 我老婆也在哭 为了让她不哭 我一直住悲伤 哄她开心 一个周后 她身体恢复了 但老板让她在家 多休息几天 所以 她一直没上班 周二晚上 我下班回家后 她在床上躺着 我清了清她 就要去做饭 但我刚拧开水龙头 忘了问她想吃什么 我出厨房要问 可是 我老婆显然听着水声 以为我还在厨房 她正给人发微信语音 今天在我家 开心吗 明天人家还想让你来吗 我心里咯噔一声 难道说 她又背着我 重新做起了那种事 我瞬间看清 这是狗改不了吃屎 孩子刚没了 她就跟人偷情 她还是人吗 我心头涌起巨大的仇恨 可这次 我没有当场发作 我瞬间就决定 我要报仇 我用极大的忍耐力 压制住了自己 安安静静做好了饭 给她吃了 第二天一早 我上班时 她还在睡觉 可我没走远 我在楼道附近躲了起来 一直盯着 她既然昨天邀请 那个奸夫来 那她就一定回来 果然 上午十点半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 正是那个男演员 程树 她戴着口罩 可我一眼就认出了她 我躲在花丛里 眼看着她进了电梯 随后 我冲进楼梯间 爬回了家 那时候 电梯早下去了 她肯定已经进屋了 我趴在门上听 隐隐约约的 门里传来我老婆的浪笑 他们又开始那种 恶心的戏码了 我再也不能忍受 拿出钥匙开了门 我看到 我老婆正跟程树抱在一起 腿还缠在她腰上 她俩见了我 同时一惊 我大吼道 柳如烟 你在干什么 我老婆慌急了 程树也很意外 我冲上去掐着她就要揍 可她突然一抬腿 踹进了我心窝 我跌倒在地 我老婆大叫 你们冷静冷静 不要动手 可我有点疯了 我爬起来 进厨房抽出菜刀 对程树叫道 我让破坏我家庭 我跟你拼了 程树冷笑着闪身 抓着我的手 把刀一把抽走 还给了我一巴掌 随后 竟然用刀架在了我脖子上 把我死死按在了地下 怎么 你想杀人 她说 你个畜生 我嚎叫着 程树 快把刀放下 我老婆要上来劝 程树却抓着我的头发说 杀了你 我也算正当防卫 你真他妈是个窝囊废 我实话告诉你 我俩一直就没断过 你那孩子 也是我给玩掉的 就你这怂样 不配当个男人 我愣了 我的孩子 程树 你说什么呢 我老婆急了 我暴怒了 我孩子没了 是因为你 我操你姥姥 我拼尽全力要起来 可程树死死压着我 抓着我的头 往地下狠狠地撞 我又怒又悲 激进疯狂 渐渐地 没了力气 我像一条老狗 趴在地上 悲伤的乌液 程树打够了 才放开我 吐了口痰 直接走了 我老婆 瘫坐在了沙发上 我知道 一切都完了 也不必多说什么 我趴了很久 才慢慢起身 只对她说了一句话 离婚吧 我以为 她会顾忌重施 再次跟我痛哭流涕 可是我看到 她板起了脸 就像在公司时那样 她说不离 我苦笑 这日子还怎么过 她看了我一眼 离婚的话 房子得归我 我很意外 这时候 她竟然想的是这事 我终于看清 她是什么人了 我气得几乎吐血 可我们的房子 是我这些年 辛辛苦苦攒出来的 还有我爸妈 一辈子的积蓄 才交了个首付啊 她当初说 房子该南方准备 一分钱没花 现在怎么可以全拿走 我怒到 柳如烟 这么多年 我都看错你了 你怎么是这种人 同时 我又想到了我们的孩子 我吼道 你还我孩子 可她直接站了起来 面目冷峻 刘明成 我说实话吧 我当初看上你 就是因为 你还算年轻帅气 可这些年 你确实老了 我看着不享受了 没感觉了 我气得说不出话来 她又说 我承认 我就是喜欢年轻 有活力的男的 我告诉你 我就爱成书那样的 但是 你要不同意 房子归我 就甭想离婚 我好一辈子都行 我周围多少人 都在维持表面婚姻 私下随便搞 我也能 这是什么无耻思想 无耻言论 我正要跟她吵 她起身 回卧室换了衣服 而后 摔门离开了家 我贪坐在了地上 太欺负人了 而从这天起 她竟然夜不归宿了 我度过了 炼狱班的几天 才意识到 她的可怕 我一个小财物 她是那么大的 制片人 我真的斗不过她 一个周 我收了五金 我没办法 去找了我们老板 可是 老板听了这事 竟往椅子里一仰 笑着说 这算什么 我们谁不是老婆被人玩 或者玩别人老婆 小刘啊 你就是见得少了 她找 你也找呗 心里平衡了就没事了 我大感意外 原来她们是一秋之河 可我说 老板 你要是不管 我就上网曝光她 老板呵呵一笑 可别 成叔目前还不是咱们公司的一人 但咱们公司和她母公司 要一起捧她 投了几千万了 你要是曝光 伤害了大家的利益 就算我不整你 别人也得整死你啊 太可恶了 我知道 她不是危言耸听 有的圈子 太黑暗了 我心里有些害怕 后来 失魂落魄地走了 我很绝望 我的生活 仿佛进入了地狱模式 我已经两个周没有见到我老婆了 家里乱的一片狼藉 我也无心上班 请了年假 我一度想 要不 房子不要了 让我离婚 大不了重新来过 周六 我窝在沙发上 想给我老婆打电话 答应离婚 可是 门铃响了 是送快递的 快递是个箱子 写着我老婆的名字 看标签 是海外发来的 我很奇怪 用材质刀打开 竟发现 里面是一些成年人的玩具 我知道 这就是我老婆买的 工程术和她一起用 我火了 她寄到了家里 我抓起手机 拨通了她的电话 柳如烟 你在哪 你都往家里买了些什么东西 她迟疑了惠儿 才说 哦 我填错地址了 谁让你给我打开的 我给你个地址 你一会儿给我闪送过来 好吗 预期这么平静 你是已经默认 咱们开始过行婚的生活了吗 我不可能咽下这口气 闪送 我都给你扔了 你敢 那些东西都是海外买的 花了多少钱 你知道吗 她说 这时候 她电话被人抢了过去 成熟的声音传了过来 刘明成 那是老子在海淘网站上 费了好大竞选的 能够海关不容易 你要是敢扔 我弄死你 我差点摔了手机 太欺负人了 我瞬间改了主意 婚 我一定会离 但房子 绝不可能给她 我要守住自己的利益 还要让他们遭报应 整个周末 我在家里谋划了很久 我首先做了一件事 详细调查了成熟的背景 她跟我们公司 目前确实只是合作关系 她的母公司 是一家很大的演艺公司 我搜索了 有关她的一切 功夫不负苦心人 周日晚上 我发现了一条奇怪的八卦新闻 他们演艺公司的老板 是个女的 据说 她离婚后 又跟自己公司的男演员 秘密结了婚 目前正在花重金捧她 男演员是谁 没说 但我根据那些资料分析 她太想成数了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也就是说 成数结了婚 虽然小到消息 未必属实 可这圈子的混乱程度 又何时若过小到消息 我想了想 这演艺公司的女老板 或许 是我翻盘的机会 周一 我向同行好友打听了一下 而后 开车去了那家演艺公司 说要找许总 徐莉莉 他们公司在国贸 整整有两层楼 装修很现代化 看得出来 很有实力 徐莉莉在开会 我谎称是我们公司派我来的 前台让我在会客室的 我看着墙上的艺人宣传海报 其中有几个 是超一线 再加上书架上摆着的各种奖杯 让我越发觉得 这公司实力不一般 过了半个多小时 徐莉莉开完了会 她助理进来 把我带进了徐莉莉的办公室 第一次见徐莉莉 我挺紧张 我发现 她长得跟网上一样 其实 年龄并不大 也就三十二三岁 但明显是一副 精英女投资人的样子 气质跟我老婆有点像 但她很和蔼可亲 我说 徐总 你好 徐莉莉招呼我做 你们公司怎么还把 会计老师派来了 是项目账务上 有什么问题 我看着她 说 徐总 其实 我是为私事来的 跟我老婆 还有成熟有关 我老婆叫柳如烟 徐莉莉有点意外 但她十分智慧 立即察觉 有事情 她从办公椅上起来 跟我坐到了沙发上 面对这样的女人 我没必要掩饰了 直接把事情的 前因后果 讲了出来 徐莉莉越听 表情越凝重 我感觉 她很在乎成熟 我讲完后 她竟然眼圈发红了 办公室里 久久无声 徐莉莉 平复了一下才说 我还以为 我找到了对的人 我问 徐总 你跟成熟 真的结婚了 徐莉莉没否认 她在我面前 特别体贴 工作也很努力 我以为 她是个好男人 值得我托付一生 也值得公司培养 可我没想到 她被地里竟然 哎 还是我天真了 这圈子 这种能伪装的人 不在少数啊 我突然觉得 她很可怜 别看位高权重 可想寻找一份真爱 难如登天 我问 徐总 那你看 这事该怎么办 徐莉莉说 我很想给她机会回头 但这种事 我见太多了 她本性是这样 永远也不会学好 她说的对 我觉得 这女人不愧能当老总 于是太冷静 见解也太准确了 我说 那你跟她离婚 徐莉莉说 我离婚 倒容易 但你呢 她们算是 间接弄死了 你的孩子吧 一提这事 我心里翻江倒海 我握着拳头 低声说 我恨不得 让她们去死 徐莉莉与其 依旧平静 我也不想轻饶了她们 我心里亮堂了 她愿意帮我 徐莉莉说 我为成树 倾注了这么多心血 她还这么对我 这笔账 不能简单 用离婚来解决 我狠狠点头 徐莉莉看着我 眼神坚毅 我知道 不用再多说什么了 我们也是同盟 跟真正智慧 高段位的女人 打交道 就是这么轻松 当天 徐莉莉处理好了工作 而后 利用自己各种 能用上的社会资源 最终 竟然轻易查到 我老婆跟成树 在郊区租了个一居室 我不得不感叹 资本的力量 能做到什么 有多高效率 实在不是我能想象的 她说 这些天 柳如烟就住在那里 成树时不时过去 当晚 徐莉莉带我去那里蹲点 我们发现 那小区很一般 想必 是因为成树还没发达 而我老婆 也不会有特别多的钱 才租了这里 晚上九点多 我们看到 我老婆的车 开进了小区 成树就坐在副驾驶上 还有说有效的 成树似乎在摸我老婆 表情无耻 徐莉莉面色动聋 眼圈又红了 可她没说什么 开车带我离开了 我感觉得到 她心里那股屈辱 不甘 达到了极点 她两天没跟我联系 但两天后 她发微信 让我去一个别墅区找她 我按照地址 到了北四环的别墅区 她背了个黑色背包 把我带进一栋别墅 讲了几句 我才明白 她要给成树租下这栋别墅 我问 你怎么 突然又对她好了 徐莉莉摇头 我跟成树说 等网剧做好 一播出 她就火了 到时候 跟身份匹配 我们应该一起搬到这个别墅区 而且这里保安措施也好 我还是不懂 徐莉莉把黑色背包给了我 这里面 是一些袖珍的探头 我打开 立即懂了 又扫射别墅 问 你是说 让我把他们装到这个别墅里 徐莉莉点头 我惠心一笑 她包里有安装工具 我们商量了一下 最后 从客厅 到主卧 到卫生间 凡是重要的地方 都找了隐蔽之处 装上了 随后 我们就离开了 路上 她说了接下来的计划 我会让成树自己先搬进来 我跟她说 我要出差一个月 接下来 怎么采集视频资料 就靠你了 我点头 没说什么 可我心里攒了骨劲 我非派的他们体无完肤不可 三天后 成树就搬进了别墅 徐莉莉跟我说 她告诉成树 她已经出差了 我以为 要等几天 成树才敢跟我老婆在别墅优惠 可没想到 他们色胆包天 我老婆当晚就去睡了 我从远程监控视频看到 晚上八点 她进了别墅 成树穿着睡衣 俩人上来就疯狂缠绵 而后 他们就入了戏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现场表演 太恶心了 我恨不得直接把视频发到网上 但我还是先存了起来 发给了徐莉莉 徐莉莉没做什么评论 回复我 等两个周 我要先处理一下合同上的事 把损失降到最小 太冷静了 我回了个OK 接下来两个周 徐莉莉来了我们公司三次 找我们老板谈判 我假装不认识她 但是 我听财务总监说 要上来的电影 徐莉莉想撤资 我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我说 怎么撤 她不觉得可惜吗 财务总监说 按理说 是没法撤 但成树已经接了好几个综艺了 跟电影搅前搅后上 火 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所以 我猜测 咱们老板可能巴不得她撤资 让咱们公司多享受点胜利果实呢 我没再多问 两个周以后 徐莉莉成功撤资 她把我叫到办公室 告诉我 可以准备动手了 但我还是不明白 我问她 你是怎么说服我们老板的 而且 你放着这么大利益不要 她不会怀疑 徐莉莉笑了笑 告诉我 我说我有布局是讲盗墓的 广电局不让上 我钱全砸里面了 公司周转不过来 其实这种事 很常见 再加上我要是撤资 你们老板把我那部分投资接了 理论上讲 获利会更大 她当然同意了 她还假惺惺地考虑了十几天呢 至于别的小投资商 不管他们的事 也没人纠结什么 徐莉莉又说 但是 你们老板也够老奸巨华的 非说自己吃亏 逼我跟成树解约 她把成树牵过去了 我顿时想起了老板的丑恶嘴脸 她中计了 也是活该 我问 也就是说 无论成树怎样 你都不会赔钱了 她点头 但没多开心 关于解约的事 成树答应得很痛快 并且 你老婆很快就把合同准备好了 把她签到了你们公司 那就让他们等着看 什么叫自食气果吧 我真佩服徐莉莉 她比我老婆和我们老板高明太多了 徐莉莉说 等着 成树第一个综艺马上就要上了 咱们就在那天 让她臭名昭著 我点了头 而后离开了 我本以为 我会无比兴奋 但我竟有些纠结 我跟我老婆 从相识到相恋的一幕幕 在心头来回闪现 我知道 这视频一公布 她必然会身败名裂 以后没法做人了 我真的要这么狠吗 这事 我越想越心软 一度想联系她 可我真没想到 她竟自己回了家 但是 她是回来搬东西的 那天是周六 我刚起床 门响了 我老婆走了进来 我眼前一亮 难道 她回心转意了 可我紧接着 看到了后面的成树 我急了 起身对成树说 你干嘛 这是我家 你出去 我老婆却说 这也是我家 你别急 我俩是回来搬东西的 成树也冷笑了一声 我老婆直接进卧室 收拾自己的衣服 我心里难过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 你可以不离婚 但我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不就是一张结婚证吗 有就有吧 我们无所谓 我老婆说 我背从中来 动情了 你为什么这么执拗 你跟她在一起 究竟有什么好 不行 我不让你走 我说着 经过是拦她 可她一把甩开了我 别碰我 你是我老婆 我就不能让你走 我拉住她胳膊 这时候 成树忽然进来 也扭住了我的胳膊 啪的给了我一巴掌 把我按在墙上 动弹不得 你再敢拦她 我把你胳膊卸下来 我打不过成树 也不想跟她打 我太难过了 而我老婆 自始至终没回头 淡定地将东西收拾好 走了 成树跟了出去 临走前 骂了我一句 窝囊废 我怒火中烧 真没什么好纠结的 他们坏得彻彻底底 我绝对不该心软 我要报复到底 当晚 我接到了徐丽丽的微信 她说 明天成树的第一个综艺 就要上网 我们要动手 她联系了几个娱乐记者 要我去跟他们接头 我回复好的 但我还是多余问了一句 你确定 整成树 你不会心疼 徐丽丽沉默良久 回复我 今天上午 她跟我说 她要跟我离婚 我问为什么 她说 因为 她马上就要红了 不必多言了 明明白白的 这个忘恩负义 寡怜贤耻的东西 不值得她心软 第二天白天一晃而过 晚上八点 那部综艺 准时上线 同一时间 我在三里屯 一家婚案的酒吧里 见到了一个戴着眼镜 穿着宝羽绒服的人 她是徐丽丽介绍来的记者 我们一起看着酒吧电视上 那部热播的综艺 你言我一语地交谈了二十多分钟 就在成树以主角身份做游戏的时候 我把装有那部视频的移动硬盘 给了她 当晚九点 两个多小时的综艺节目 才只进行到了一半 但是 网上炸了 先是微博 成树出轨著名制片人 有夫之妇的消息 刷了屏 我提供的那个视频被打着马赛克公布了出来 而后 是抖音 直接上了热搜 打开页面后 四面八方全是成树和我老婆的视频 以及深挖资料 我在酒吧里看到 电视上那部综艺 道貌岸然 有条不紊的眼镜 而酒吧里的人 全都在看手机 看成树和我老婆的真实面目 好像跟电视里是两个世界 炸了 综艺收视率炸了 但是 没有人会想到 她竟然是这么炸的 当晚 全网沸腾 没有马赛克的视频片段 也在微信里流传 我老婆疯了一班给我打电话 给我发语音 她骂我 说是不是你赢得我 你和徐莉莉联手了 而成树当时也跟她在一起 你敢毁我 我杀了你 我心里笑了 恶人永远不会反悔 你杀了我 现在不知道有多少观众 想杀了你吧 我根本没有回复他们 直接拉黑了 我知道 即便此时已是深夜 也有无数记者 堵在了我们公司的门口 他们俩 从此射死 身败名裂 再也不用想翻身了 我太痛快了 当然 第二天 这个消息就被压下来了 因为影响不好 但是 那些微信群里转发的视频 早已经被网友们保存了下来 大家仍然在反复传阅 这一切都意味着 制片人柳如烟 演员成树 在无出头之日 网友们把他们翻来覆去的骂 骂得狗血淋头 热播的综艺 被紧急叫停 后续准备上的那些综艺 也都连夜开始换脸 剪辑 而且 成树即将上映的电影 被无限期延后 我们老板也快疯了 大快人心 我看着那些骂骂他们的评论 泪如雨下 我给自己 也给我未出生的孩子报了仇 我老婆和成树 在短短一天内 就像已经从人世间消失了一样 可是 人世间到处流传着 对他们的咒骂 而我作为受害者 一直没有露面 我在徐莉莉帮我临时找的房子里 躲了足足五天 等热度渐渐下去 尘埃落定后 徐莉莉给我发了微信 天亮了 你该出来了吧 我回了个笑脸 当晚 徐莉莉请我在工体喝酒 我们要来的包间 我们没有多说什么 静静地碰了个杯 静静地吃饭 两久 徐莉莉说 我厌倦了这个圈子里的虚情假意 有时候 我真想要的正常假 过那种平平淡淡的日子 我抬头看到 她正微笑着 目光温婉而真诚 随即 我也笑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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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完